嗨 大家好 我是Karen 等一下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所以今天就想要趁这个机会 在家里拍一支Gear Ready With M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参加婚礼的妆容 还有最近就是买了哪一些新的彩妆小物 然后最近也刚好就是换工作满一周年 跟大家聊一下最近自己工作上的状态 算是一支非常复合式的Gear Ready With Me 加上彩妆品推荐 加上近况闲聊的一支影片这样子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上妆的第一个步骤会先用就是Skin Food的 胡萝卜棉片来进行湿敷 这个胡萝卜棉片在Olivier非常的热小 在比较重要的日子里如果先湿敷这个棉片 大概10到15分钟再开始化妆的话 你会发现那天的妆变得很贴 而且整个人的皮肤光泽看起来也会更好 然后下一个保养步骤会用到NOMOZINE的二号化妆水 二号化妆水也是目前使用的第二罐 我还是蛮喜欢它这个就是玫瑰的香味的 然后这个是DUCTUXI的 也是几乎快要用完了 之后有机会的话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补水的精华吧 因为我之前就是去做皮肤管理的时候 他们说我的皮肤其实是蛮干性的 等一下就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这样子 那这个朋友其实是我的眉嫁室 然后他刚好也是我男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 今天的新郎新娘其实我跟我男朋友都都认识 所以等一下会一起去参加 那下一个也是之前有介绍过的NOMOZINE的三号化妆乳液 就是厂商那时候送了一条给我 然后我后来又自己就在花钱买的第二条 然后现在这个第二条也是快要用完了 虽然说已经介绍了很多次给大家 但是还是蛮喜欢它的质地的 上次拍这种Get ready with me的时候 好像是去釜山玩的时候吧 那时候其实还刚进现在的这间公司没有很久的 这个月就是已经入职满一年了 就是时间真的是过得还蛮快的 下一个呢是最近就会用这种比较水状的防晒乳 然后RUNRUN的也是一个还蛮好用的评价品牌 真的是每天都一定要好好的擦防晒 因为如果不擦防晒的话皮肤会老的很快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好像就是有点不太好 我就说身体的状况 三几天之后我就回到家 然后就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气 平常我就是回到家还是可以 比如说剪片啊写脚本啊 或者是做一些当天晚上要做的事情啊等等的 但真的是那天太累了 我觉得整个回到家就倒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也很多时候其实我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其实自己啊正在承受有些很大的压力 就是到我真的觉得天啊 我身体好像整个burn out 到不行的时候啊 应该是因为身体真的承受了一段日子以来的压力 这样子 我其实好像不太会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压力 我大部分的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比现在更好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到一个我自己也能满意的程度 表现应该我自己都能够接受跟满意 但是要求蛮高的吧 所以常常就不是这样子 现在上完了防晒之后呢 要上的是底妆 也是用之前介绍过的这颗本金气垫来上 我就觉得最近平均的表现上啊 我觉得这颗是最漂亮的 遮起来也够 然后皮肤的光泽表现也够好看 它也不太会暗沉啊什么的 今天呢就是用这颗来上妆 那之前其实我特别拍一支影片来介绍过嘛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这颗我把它带回台湾用啊 我觉得在台湾用啊真的是很满意 就是甚至比这韩国用还要更好看 按在顴骨下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把它往外推开 这颗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还好 但后来发现越用越喜欢 所以最近呢就是蛮常用这颗的 刚刚说奶 就是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对 而且其实我有说就是我不太喜欢抱怨 因为我觉得个人的想法啦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抱怨是他们抒发压力的方式 抱怨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太大的一 是因为我觉得同样的那个时间啊 我不如把它拿去解决 我应该要解决问题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分成 可以解决的跟不可以解决的 那既然有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就努力去朝那个 可以解决的方向迈进 把我的所有精力都放在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就好了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比如说别人喜不喜欢我啊 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这件事情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我就会把它归类在 我无法掌控的范围内 既然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我无法掌控的问题 我就觉得那我也没有必要烦恼 我只要专注在那些我可以 掌握并且把它 可以把它做到最好的事情上就好了 现在上完一层差不多这样 真的越看越喜欢这个皮肤表现 然后接下来呢会稍微遮瑕一下 是用这个LUNA的遮瑕膏 然后还有很久以前买的 Bobbi Brown的遮瑕刷 不喜欢就是太厚重的感觉 所以通常会这样子在手背上上了 之后再沾去 所以我不太想要抱怨 也就是我觉得抱怨没有办法帮助 我解决我当下面对到的那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好像会让我在别人眼中 看起来是一个很没有能力的人 就是没有能力去解决 那个当下面对的问题 就没有足够好的情商 来管理我当下的情绪 当然每个人 自己人一定会有情绪啊 但是就是不太喜欢用抱怨来 在出发我自己的压力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 我都太会感受到说 其实我是有在受到那个压力的 我在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 大部分在说 我最近好像遇到了一个 这样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可能想到了一个 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这时候朋友就给我一些 还不错的建议 或者他们帮我看到一些 我没有看到的地方 但我觉得我的压力来源是 我有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有想要完成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啊 我觉得我的能力还 没有办法帮我完成 就是那一件我想要达成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是我自己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 我其实很清楚 我必须要静下线来 去做出一些改变啊 做出一些努力 才能够更靠近我的目标 但是呢 在一定的时间内 一直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话 就还是会觉得有压力 会觉得自己是不是 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最近 压力来源的其中一个吧 到遮起来遮完之后呢 差不多是这样 这颗是蓝芝的蜜粉 然后呢 在眉毛这边 等一下要上眉粉啊 还有等一下上鼻影的鼻衣这边 还有下巴这边 我不会全脸上蜜粉 因为我的皮肤就是现在变得比较干 XPLAYA的眉笔 这支真的很好用 从去年用到今年 还是一直觉得这支很好用 头发的部分呢 就是我早上去染一下 发根 因为我的白头发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我在闻眉 所以其实只需要稍微的勾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频道也是有压力的 实际上我一直都觉得 频道就是我的兴趣而已 就像我当初在学韩文的时候 我也是其实一开始 只是把韩文当成一个兴趣在学 但是学一学之后呢 我就开始想要考过六级 我就开始想要越学越好 只要能够有选择的话 我就会想要把那件事情做得很好 既然我都花了时间下去了 我就希望能够达到我心中理想的状态 现在其实频道很明显 就是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 这个是Dear Dahila的睫毛夹 还蛮喜欢用这个的 我会喜欢先夹睫毛再画眼妆 这支会不会变成一支非常碎碎眼的 get ready with me 接下来要上眼妆 影影盘会用到这一盒 Aespa的Dior Eye Palette的Pione Latte 这个是我之前去做色彩展断的时候 老师推荐给我的 说是适合我的肤色的 所以我回去就买了一盒 它的颜色啊 这样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淡 不知道为什么画起来就是 会让你的眼睛很自然很深邃很好看 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 也有带这一盒回去台湾 而且它的卧蝉色超好看的 首先就是先沾这个最大的颜色来打底 这种打底色就是要敷在眼皮上 然后下面的这个布地方我也会稍微戴到 另外一支眼睛也是一样 中间色我会用这个颜色 少在眼皮但是范围比较小的地方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 当你的能力还配不上你的野心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的是尽心学习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其实就是在那个阶段 然后接下来会用这个 上在双眼皮的部位 让眼睛看起来比较深邃 差不多是这样 我很喜欢这个眼影盘的卧蝉色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卧蝉真的很自然又很好看 我还很喜欢一句话 是我以前的大学教授说 他说没有什么没有意义的学习 现在努力学习的一切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向你显现出他的意义 其实呢这个我已经碰过一次了 我觉得就是我学韩文的时候 我一开始在学韩文的时候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来韩国留学 也没有想过来韩国工作跟生活 那学了韩文之后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很认真的学韩文 所以就是为我打开了来韩国生活 跟来韩国留学的这条路吧 只要现在好好的把在眼前的事情都做好啊 然后好好的去进行学习的话 应该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就会有它的意义存在吧 用这个去打量卧蝉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来画卧蝉下面的阴影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工作上啊 还蛮喜欢新的任务的人 会一直觉得很需要成就感 会觉得我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我希望植牙上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作品 眼妆差不多是这样 其实不会穿这身衣服去参加婚礼 等下会再换一套 接下来上完眼影啊会上眼线 眼线呢就是用之前推荐过的 CLIO的眼线笔 还有就是LOVELINER的眼线衣笔 发现快要用完了 然后呢这个是上在内眼线的地方 用这个画外眼线 眼线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再来呢会稍微用一点亮片色 那我也会用这个眼影盆中间的这个颜色 稍微点亮在眼皮上 再来呢是睫毛 好最近喜欢用的睫毛膏呢是这个 是Pew的J Curling睫毛膏 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用的睫毛膏 很自然的延长 然后又还蛮好看的 刷完睫毛膏的感觉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自然的 阴影的部分呢是用这颗之前也有介绍过的 是韩国YouTuber跟A2TOS联名推出的 稍微搭在下额的这个地方 那也是 然后呢也会用同样的颜色来画鼻影 我觉得这支影片怎么看起来 是有点有气无不力的 可以好好的早点打起精神了 最近也买了很多东西 打算来拍开箱给大家看 但最近这两周比较忙 可能会再找时间好好的拍一下 加重一下鼻头的修容 修容就完成了 其实我修容算是蛮随便在修的 腮红是用 先用这支Pillimini的腮红刷 Pillimini的腮红 这个Pillimini的腮红是5号色 那个时候一上市的时候就卖到缺货 因为我自己是夏天冷掉嘛 就很喜欢这种粉红色 轻轻的这样扫一下 不要画得太下来 不要画得超过鼻子 这样 我最近一直想要挑战的呢 就是overlip的妆容 但是其实我到现在 还是不太会画overlip 有一支影片教overlip 真的是教得很好 我想说等我再练习个几次 然后比较出师的时候再画给他 因为我就觉得我的嘴巴有点太薄了 那韩国呢 这边他们画这种overlip的 通常都会用这种唇笔 然后这支也是最近很红的是 Hot Percent的唇笔 然后用的是3号色 今天只是实验性质 也不太会画 唇彩的打底呢 用的是这一支是Dinto的唇釉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很可爱的草莓牛奶色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真的很想要学会怎么画风唇 是指淡唇膏Ruby物 来画就是嘴唇的内侧 这样 那我觉得我今天的妆 就差不多这样子 完成了 蛮画的蛮随便的 并没有因为去婚礼 所以就画得更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啦 这支影片好像有点小沉重 但我会尽快拿起精神 再带更多更好看的影片给大家的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还会喜欢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更多 关于我的韩国生活 也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粉丝专业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